2021年2月8日,光知兄弟群体,不要用焦虑制造负面幻象,传导莫尼克马修,译者,卢尹。 不要不停地把焦虑投射到自己面前,当你们这样做时,不仅会继续被以前体验到的困境苦苦纠缠,还会被完全虚幻的焦虑感彻底窒息。 你们不断产生的忧虑其实是幻象的投影,那些状况并未成为现实,别忘了精神所具有的力量,你们能按照想法和愿望使自己的生活朝某个方向发展,因此不要制造负面的幻象,要在自己面前始终投射出美好的未来,要日复一日地制造这未来的景况,它终将成为现实。 其实要经历可怕的暴风雨,只要你们选定了自己的状况,就可以毫发无损地从这暴风雨中穿越出来。 当你们选择了正面的状况时,就像给自己制造了一件雨衣,它会使你们免受周遭任何状况的影响,会自动与你们的真实状况进行互动,不要受那些你们没选择的不属于自己的状况干扰。 这样就总能在生活中自由穿行了,然而也不能满不在乎,还是要有先见之明,因为你们的世界动荡不定。 你们要能够遇见这些动荡会在自己生活中引起哪些麻烦,但又不必为此过度担心,只要知道某些事并带着这份知晓去行动就可以了。 如果把头埋进沙子里,只像鸵鸟一样自欺欺人,意图,对自己说,反正未来是按我自己的想法创造出来的,肯定会一帆风顺,这也是不好的。 从一方面来看,你们说的绝对没错,但另一方面也不要忘了,假如你们不够强大,那周围所有人的未来,你们兄弟的未来及整个行星的未来,都会自动对你们的未来产生影响。 因此要保持警觉,要加些小心,无论做什么,都要去除一切带有负面情绪的,会引起恐惧情绪的东西。 总之,不停地在自我面前投射艰难未来的景象,会在你们生活中引起种种不良后果,而把头埋在沙子里自欺欺人地想,爱发生什么就发生什么吧,我才不管,这同样不可取。 在生活中,你们要始终了解可能出现的困境,以便在必要时更好地面对它们,而如果这些困境没有出现,那你们只需感谢天父,感谢他的恩惠,使某些艰难的经历从你们的道路上移开了。